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今天我们才知道鸡蛋上插一根针 用处真的是太厉害了 赶快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鸡蛋营养丰富 富含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它的吃法也很多 其中水煮鸡蛋 就是最能够保证鸡蛋营养的做法 也不用任何技术要求也能够做出来 但是有煮不好的时候 在煮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壳裂 或者是包壳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僵壳很难包的现象 其实我们就只需要一根针 就能够解决这些烦恼了 大家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操作的吧 我们先准备一个大碗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小鸡蛋 再倒清水 用手晃动 使小苏打充分的溶解开 然后将要煮的鸡蛋全部放入大碗中 我们都知道 鸡蛋的壳上面会有很多的脏东西 而且避免不了的多少都会有点鸡粪 煮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去除 这样我们用手去包壳就触碰鸡蛋 就会显得很不卫生了 而小苏打就能够轻松的解决这些烦恼了 我们先把鸡蛋放入小苏打的水中浸泡几分钟 再用一张纸巾把鸡蛋的外壳擦拭干净 洗鸡蛋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大家刚买回来就洗 我们要每次吃多少洗多少 准备烹饪的前几分钟再洗 因为鸡蛋的外壳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 其实鸡蛋的表面是布满许多细微的小孔的 而鸡蛋产下的时候 这些小孔是被一种胶状的物质封住了 这就是鸡蛋壳上的保护膜 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微生物和细菌的侵入 如果我们一买回来就用水洗了 那么这层胶状的物质就会被清洗掉 这样细菌就会很容易入侵到鸡蛋的内部 而且在蛋内滋生 破坏蛋内组织 而且在清洗的过程中 水分多少都会进入到鸡蛋内 这样就会使鸡蛋很快就会变质 就不能食用了 那这样就不利于我们储存了 现在鸡蛋就被我们清洗的非常的干净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出准备好的蒸 蒸我们可以提前用热水烫过一遍 这样就会很卫生了 然后我们拿起一个鸡蛋 我们可以看到鸡蛋分大头小头 我们在鸡蛋的小头部位 用蒸扎一个小孔 就一个蒸尖的小孔就可以了 这个孔非常的细 所以就不用担心鸡蛋液也会流出来 鸡蛋如果是直接下锅煮 受热膨胀以后就会导致鸡蛋壳破裂 我们提前在鸡蛋的小头上扎一个小孔 就能起到一个释放气体的作用 这样鸡蛋内部的压力减小 也就不会发生裂壳的现象了 全部扎好 先放在一旁 然后我们锅中烧水 不用急着下入鸡蛋 我们等锅底开始毛小泡的时候 再把刚才扎好孔的鸡蛋放入锅中 水煮鸡蛋不能开水下锅 那样会导致鸡蛋壳容易破裂 使煮出来的鸡蛋不完整 冷水下锅呢 又会使鸡蛋煮的时间过长 这样蛋黄蛋白就不新鲜了 把鸡蛋全部放入锅中过后 盖上盖子开中火煮6分钟 时间到我们就可以把火关了 我们来看一下煮好的鸡蛋 个个都完整无损不会破裂 我们把煮熟的鸡蛋全部捞出来 直接放冷水中浸泡 这样就是利用热上冷缩的原理 使鸡蛋壳与鸡蛋分离 这样就会更加的好包壳 不容易将壳 鸡蛋放在冷水中 泡两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扎的小孔都还在 所以在鸡蛋的小头扎一个小孔 并不会使鸡蛋液流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 现在我们再来把鸡蛋壳包干看看 我们先放在桌子上敲一敲 再放到手心上揉一揉 这样会更容易包壳 再顺着内抹把鸡蛋壳包开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好包壳 蛋壳上面一点鸡蛋壳都没有沾上 这个包壳的鸡蛋原肉无损 特别的光滑雪白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我们再用刀切开来看看 可以看到蛋黄蛋白凝固的刚刚好 按照以上的方法来煮鸡蛋 不仅非常的容易包壳 而且蛋黄蛋白还非常的香嫩可口 喜欢吃水煮鸡蛋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贵哥哥姐姐动我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